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RM这个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桂鸣羊的艺术人生 在1931年,桂鸣羊率领大中华男女剧团 到美国巡回演出,大受欢迎 纽约的安良堂赠送一面十四两重金牌给桂鸣羊 这个金牌上刻了四个字,就是四海鸣羊这四个字 这个做法就开创了粤剧界,南龄在美国获赠金牌的先河 这个也是由此之后,桂鸣羊就得到一个称号 就是金牌小母桂鸣羊,桂鸣羊在1957年10月26日早上 我和她的拉仔,桂仲邨和徒弟中卫芳 当时中卫芳是很小的,只有12岁 就一起由香港移居回到广州 当晚她就回到广州 立即去看马斯增演出《斗气孤夜》 在广东粤剧团在1957年10月28日星期一 就开会欢迎刚刚由香港移居回到广州的 金牌小母桂鸣羊 在会里由马斯增、红线女等等 在会上致辞表示欢迎 桂鸣羊移居廣州后, 立刻在广东粤剧团担任艺术指导职务, 指导归剧团每一出剧的排演, 并将整理过去三十年来演出的首本戏, 例如《冷面黄夫》、《迪青三彩珍珠奇》、 《晴放网将军》等名剧, 将来准备被团演出。 桂鸣羊回到广州, 居住在养女粤剧花旦刘美卿, 刘美卿原名叫做贵美宝, 在西关的家,暂住在他那里。 广东粤剧团因为桂鸣羊旅途劳顿, 所以特别被她休息了一段时期, 才让她开始工作。 在休息期间, 桂鸣羊日休息多数在屋里休息, 中午去广州酒楼喝茶, 晚上去看粤剧, 生活都算是相当舒适。 桂鸣羊因为她之前长期患有肺结核病, 另外也有心脏病和胃病等等, 身体本身不太好, 因为以前都熬得很厉害。 到1957年10月26日, 她移居到广州后, 广东粤剧团为了照顾她的健康, 送她进医院来疗养。 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到1958年6月15日, 晚上九时45分, 很可惜, 因为桂鸣羊肺结核病, 始终都医不得好。 结果在广东省干部疗养院中病逝, 享年四十九岁。 桂鸣羊病逝后, 广州市文化局、 中国戏剧家协会、 广州分会、 广东粤剧团和广州粤剧人士, 以及桂鸣羊生前友好, 组成了治疗委员会, 帮桂鸣羊料理身后事。 并且定在1958年6月17日, 星期二上午十点钟出品。 这个治疗委员会的名单, 包括丁波、 魏绍芳、 文国菲、 白屈永、 林超雄、 关子江、 李门、 李翠芳、 呂玉朗、 陈小茶、 林如、 林韵、 羅品超、 鄭达、 朗坤玉、 马思增、 鳳王女、 陆云菲、 梁国锋、 梁国锋、 梅仲青、 黄不灭、 黄灵英、 崔子超、 曾三多、 申珠、 靚兆英、 靚兆佳、 和谭玉珍。 都相当之是 算是死后荣哀。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桂鸣羊的生平时迹 桂鸣羊的一生 分享到这里, 亦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多多留言点赞 和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这个 阿N与阿Lam 频道。 今日的分享就完毕了。 在下一条片,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 穴劝鸣羊的生平。 好, 拜拜! 阿Lam 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